上期享乐周星驰版《鹿顶记》中,韦小宝的几位老婆个个都是女神。 如今都过去28年了,大家还是念念不忘。 本期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张卫健版中都有谁。 阿柯饰演者朱英。 阿柯是个痴情的女人,也是原著中韦小宝最美的老婆。 韦小宝因迷恋她的美色疯狂追求她,但她一直轻心于郑克爽。 对韦小宝态度冷淡,并多次嫌弃伤害韦小宝性命。 最后架不住小宝的穷坠慈缠,最终被感动,被小宝抱得美人归。 朱英出演的阿柯,灵动可爱,让人印象深刻。 而她曾出演《紫霞仙子》,更是成为了许多男生的梦中情人。 1992年,朱英参演电影《陶穴威龙2》,这也是她第一次拍电影, 并把一幕初吻献给了周星驰,之后便被传出相恋。 直到1995年拍摄《大话西游史》,周星驰在拍戏期间, 还经常骑着单车载着朱英去片场, 但在《大话西游》之后,两人却悄悄结束了恋情。 两人曾经相爱,但结局却是紫霞仙子说的那样, 我猜中了前头,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他们二人从未证明回应过这段恋情的真实性, 死后朱英便一直专心事业。 直到1998年,朱英帮一只流浪狗找到主人, 也就是别样的乐队成员,黄冠忠。 两人因此结缘,之后开始相恋。 2012年,朱英的女儿出生后, 两人完成结婚注册, 女神如今终于等到了自己心中的盖世英雄。 小金鱼饰演者舒奇, 由于没有曾柔这个角色, 所以增加了原创人物小金鱼。 小金鱼是伟小宝最爱的人, 两人亲妹竹马, 曾经分别时约定回来娶她。 只可惜没有等待小宝回来, 就被家人强行逼迫出嫁, 最终孕育寡欢而死。 她是一位小宝心中的大老婆, 当时的舒奇24岁, 战者青春, 饰演这个角色可谓是如鱼得水。 舒奇原名, 林立慧, 小时候家境贫寒, 从高中期就不再读书, 为了赚钱养家, 当上了业务模特, 后来被王晶发觉, 早期拍过一些不好的作品, 虽然让她名气大增, 但也让她的从影之路 有了难以抹去的记忆, 但之后接片时便开始注重影片质量, 代表作友, 流离之城, 风云, 审霸天下, 蛊惑宰之, 红星史三妹等。 在2005年, 30岁的舒奇凭借最美的时光, 一举拿下金马奖影后, 之后更是参与了《非诚勿扰》, 《一步之遥》, 西游小莫片, 《群龙爵》, 《一出好戏》, 《四客念影娘》等高票房大片。 2016年, 舒奇和相恋多年的冯德伦结婚, 可谓是家庭事业双丰收。 如今, 44岁的舒奇经常在某社交平台晒照, 照片中的舒奇素颜出镜, 不仅漂亮, 皮肤也保养得非常好, 现在看来依旧是大家心中的女神。 龙儿饰演者陈法荣, 原著中叫苏权, 武功最高。 龙儿是神龙岛的内应, 假扮太后, 婚姻小宝导致身份被试破, 逃回神龙岛, 又在逐种机缘之下, 对小宝颇具好感, 最终背叛了神龙岛教主。 在功夫传给伪小宝之后, 瞬间由强势的女强人变成小女人。 陈法荣港姐出道, 是第一位具有大学学历的选美得著, 并被评为最有都市气质的港姐。 她曾和新爷刘德华合作过赌侠, 龙武的妹妹龙九。 凭借小宝与康熙中龙儿一角, 提名TVB《我最喜爱的角色》, 之后参演《水月冬天》中的影天雪, 将角色扣划得入目三分, 成为一代人的童年精益。 一直以来, 演艺之路都比较顺畅。 直到2009年, 因为身患严重的胃病, 拍雪中经常呕吐, 便决定不再过多拍戏。 陈法荣的感情之路有点坎坷, 前后经历过多段感情, 却都遗憾结束。 一心想降入豪门, 只可惜没有一次如愿。 如今, 54岁的陈法荣依然是单身艺人, 虽然单身, 但并不孤单, 他经常会陪父亲旅行, 做公益和好友聚会。 正如他说, 不是单身选择了我, 是我选择了单身, 别用怜悯的眼神看我, 宁可孤独也不将就。 我相信那句话, 比孤独更孤独的, 适合错的人在一起。 双儿的饰演者吴辰君, 双儿是小宝的婢女, 身世凄苦, 善解人意, 对小宝从头到尾, 忠心耿耿, 更兼有一身出自武功, 经常为小宝解决困难。 在双儿的心里, 伟小宝一直是第一位, 从来不争风吃醋, 但伟小宝没有辜负他, 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找药, 用身体把血化成水给双儿喝, 两人之间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 吴辰君入行起点颇高, 1996年, 18岁的他便出演成龙电影, 警察故事之简单任务, 还和华在合作过黑金, 后来工作中心转移到内地, 和赵文卓和润东合作电视剧《风云中》 饰演孔思一角, 相信是许多90后的童年回忆。 2012年, 吴辰君嫁给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 优酷动漫中心总经理廖淮南,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老公、曾祖父母都是辛亥革命的先烈, 如今的吴辰君嫁入豪门生活幸福, 也慢慢淡出了娱乐圈, 沐建平饰演者张倩, 小郡主沐建平是所有老婆中最天真纯洁的一个人, 剧中尾小宝也经常故意欺负他, 但在餐演中两人已经是情侣, 所以演起来毫无违和感。 张倩和张卫健因为拍摄《沉梦奇传奇》, 出演情侣, 擦出爱情火花, 那年张倩26岁, 张卫健36岁, 当时的张卫健正处于低谷期, 甚至惨遭封杀, 之前又过两次感情经历, 但都因为自卑,被迫分手。 张倩和之前的两人不同, 他选择和他共度难关, 不离不弃。 之后张卫健越来越好, 更是在饮品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形象。 伟小宝, 不懂老师, 方天妙, 少年张三丰, 小鱼二等, 都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 两人相爱后, 经过十年的爱情长跑, 终于在2007年结婚, 后来张倩意外流产, 虽然一度让张倩心情抑郁, 但张卫健的贴心陪伴, 删她宠心恢复乐观。 如今两人虽然没有孩子, 但经过岁月洗礼, 依然恩爱如初。 一直以来, 张卫健都保持零绯闻, 十年如一日的爱姐张倩。 正如她说, 相识以八万多个小时, 婚姻陪伴五千多个日日夜夜, 通话联系两千多个小时, 往返旅程一百五十八万多公里, 可以绕地球四十圈, 这些都是你爱我的奇迹。 张倩像极了火在爱情里的女人, 真让人羡慕。 方一饰演者麦佳琪, 方一容貌秀美, 重视承诺, 敢作敢为, 曾假扮吴三桂的手下, 入宫行辞, 受伤后被伪小宝救下, 起初心高骄, 不把伪小宝放在眼里, 直到伪小宝救下了灵玉舟的人, 才对她另眼相看。 麦佳琪出道前是位模特, 曾参加过香港小姐选举比赛, 因为照片风波止步决赛, 虽然没有取得名次, 却因此机缘进入演艺圈。 在1994年参演喜剧片, 《男儿刀路尊出道》, 随后出演了《人与传说》、 《阴阳路》等一系列作品。 为了更好的在娱乐圈发展, 麦佳琪不惜牺牲形象, 在《龙虎波兰街》中剔了一个大光头, 只为了让观众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但观众并不是很买账。 之后麦佳琪便选择出演了 相对比较大胆的电影, 片中大麦性感身材, 让她一度成为全港宅男的梦中情人。 随着一路走红, 麦佳琪成功转型, 参演了《小宝与康熙》、 《倩女幽魂》、 《我和僵尸一鬼约会》等 许多优秀的作品。 2006年, 她和大律师王国豪宣布结婚, 正式退出娱乐圈。 如今育有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家庭美满幸福。 剑林公主饰演者林心如, 剑林公主刁蛮任性, 但对小宝的爱是卑微的, 剧中最后为小宝而死, 最让人感动得莫过于死亡的那一刻。 临死之前对小宝说, 从今天开始, 小鲸鱼爱你多深, 我就爱你有多深, 只会比她多, 不会比她少。 林心如大家估计比我都熟悉, 《雄妖女郎》出道, 以环珠格格紫薇一绝成名, 之后出演《情深深与茫茫》, 火得一塌糊涂, 多年来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角色, 深受影迷的喜欢。 但在与霍建华结婚后, 因为感情问题频繁登上热搜, 双方粉丝互骂更是没有停过, 甚至被吐槽, 他们俩结婚后, 不仅没有能拿得出手的新作品, 连路人员都丢了。 好了,这里是小陈观影,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